想像有這麼一個地方 人類和自然可以和諧共處 无论是一个人 一只鸟 一只鸟 一條蟲 每一個生命體都在尋找最好的生活方式 讓他們的子孫得以順利傳承綿延後代 農地的主人阿忠在這裡生活多年 他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守護著這片土地 今年秋冬三位遠從北方而來的教課 向中了阿忠的農地 選擇在這裡定居下來 他們會為阿忠的生活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而這群來自北方的訪客 能否適應陌生的新環境 平安度過這個冬季呢